吉利新款远景SUV上市时间,5月初新款远景SUV算是一个年度小改款,外观、内、市、配置等等都进行料升级,并且新增料1.4T发动机,新车将于5月初正式上市。 仲泰T800上市时间,5月8日仲泰T800定位于一款中大型SUV,可以将其看作是T700的家常版,其将于5月8日正式上市。 宝卧BX6、BXI7上市时间,5月9日宝卧BX6定位于紧凑型轿跑SUV,宝卧BXI7为宝卧BX7的纯电动版车型, 两款新车都将于5月9日举办的宝卧品牌日正式上市。 郡派CX65上市时间,5月17日郡派CX65定位为跨界旅行车,将于5月17日正式上市。 朗逸普拉斯上市时间,5月25日神车终于迎来了全新换代,上汽。 大众朗逸普拉斯将于5月25日正式上市,上市后将与现款朗逸同堂销售。 一汽奔腾SENI AR9上市时间,5月27日作为奔腾品牌旗下的全新紧凑型SUV,SENI。 A29在前几天开幕的北京车展上公布料预售价,为9-14万元,新车将于5月27日正式上市。 北汽BJ40普拉斯上市时间,5月中旬北汽BJ40普拉斯是BJ40的中期改款车型,在外观。 内饰、配置以及底盘悬挂等等方面都做料调整,目前的预售价格区间为17-20万元,将在5月中旬正式上市。 居马M11T3上市时间,5月份4月18日上午,居马M11T3在其襄阳工厂正式下。 现,新车定位紧凑型SUV,官方的宣称是因乐轿跑SUV,新车将于5月份正式上市。 保骏360上市时间,5月份保骏汽车的全新MPV车型,采用料222的6座布局,目前的预售价格为6-8万元,新车将于5月份正式上市。 海马福美来F5上市时间,5月份海马福美来F5,福美来族的最新成员,新车将于5月份正式上市,先期将上市1.6L车型,后期还会有1.2T车型上市。 时代雅队上市时间,5月份4月16日,广汽本田旗下全新一代雅阁车型正式公布售价,16.98-22.98万元,其将于5月份正式上市,混动版将于第三季度发布。 MUKUJ